好,好,好了,那你就拿回那個Logs出來,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,那開始的時候就想跟大家去溫回放假之前所學過的東西 我們放假之前就學了Electro Static Force 其實就是,對啦,那就是由兩個Charge之間的力,兩個之間Charge之間的力 那其實就是,如果是Point Charge的話呢,那條公式呢 就會類似是這樣的東西,對不對OK 就是,那條Equation就會是這樣的,對不對OK Q1Q2O4PiELog R²,這樣 那R就是兩個Charge之間的距離,對不對OK 好了,那我們嘗試一下去看一下第一題 我想給大家一點時間去做第一題 第一題呢,它就說有兩個Charge,兩個Point Charge OK,對了,那它Q1是正細Q Q2是正細Q 然後呢,它們兩隻就separated by distance R 它們呢,兩隻之間的距離是細R6的 好了,接著就說 The magnitude of the electric force between the two chargers is F 本來就說呢,啊,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Q1,行不行 好了,那和Q2之間的力呢 它們相差它們的力就會是F 明白 好了,那跟著就說,如果有第三顆Charge 即是Q3,加在這裏 對了,那我們就問,那究竟 resultant force 是多少呢,這樣,明白 好,那我們就,我給大家一點時間去計一計先 好,這條呢,也有少少繁複的 有少少繁複的,對不對OK 對了,那,如果你,這裡,如果這裡不夠位計的話呢 你可以加紙,加些紙給自己去計的 好嗎,行不行,OK 那,那,那,你計完這一條之後呢 起碼我就覺得,大家對計Electric Force 都比較熟的了,行不行 好,那我給大家五分鐘去計 好,五分鐘開始 好,謝謝 OK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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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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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